和蛋搭子的专属套装 蛋宝们 相信大家平时在玩蛋仔的时候 会和经常在一起玩的蛋搭子 有一套专属装扮吧 或者是专属皮肤 只要是和自己的蛋搭子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用这套装扮 我和范德西也是 她的是一个灰蛋 表情是她自诩的高冷表情 原本的配饰是彩虹小马 像素墨镜 还有一只阴朗星梦的贝饰 只不过后来因为她经常用小号的原因 原定的贝饰换成了现在的碎金换艺 她还给她的蛋起了个名字 叫做高冷蛋 嗯 怎么说呢 全身上下好像除了表情 其他没一个地方是高冷蛋 而小哥的蛋呢 是一只小黄蛋 表情是看起来有点呆呆傻傻的样子 配饰是一只彩虹小马 和黄色染色阴朗星梦 以及一副西方眼镜 之前小哥说自己是威克玩家 很多蛋宝们都质疑我说 威克玩家哪里来的彩虹小马 嗨 大家也都知道 我的蛋仔形象是范德西帮我搭配的 所以他当时为了两个人的蛋能一模一样 硬是把我账号上的彩虹小马给拿下了 当时他也跟我说 我们两个的蛋可是情侣蛋 所以不用在哪个方面都得一样啊 你看 你的彩虹小马是黄色的 我的是蓝色的 讲道理是不是特别搭呀 那你讲讲 我这只小黄蛋的搭配理念呗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给这俩蛋整这么些配饰 首先是你的表情 在我的印象里 你是很脆脆的 所以这副表情看起来就很像刚睡醒的样子 颜色的话 那纯纯因为我觉得只有黄蛋搭配的比较性好看 其他都不行 配饰就基本上我用什么你用什么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好嘛 不过我还是蛮怀念我之前搞的那只小混蛋的 但是大家都不太喜欢 这个小黄蛋我也用了很长时间了 那就这样一直用下去吧 大家和自己的蛋哒子 平时都会用什么装扮或者是皮肤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